一進到浴室呢就可以發現 我能骨 我撕開了 快點了 娘娘 娘娘 懷了龍胎 還是要多多走動 腳下鮮不鮮 很好吃 很鮮甜耶 超冰的 也不是連假 還是禮拜一的早上 要去個宜蘭 國道5號還是塞車 現在是怎樣 啊 感冒到你 沒在燃燈啦 還沒到學歲捏 吼 沒有啦 也沒有啦 30分鐘後 HELLO 親愛的三藏師傅阿賀同學 HELLO 快點 先講為什麼會遲到 我們應該是要坐到蘇澳 站 如果坐到蘇澳新站 我們就趕快下車 聽到蘇澳就趕快下車了 然後下車發現 怎麼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然後他去問才會 他會 提早一站下車 那個蘇澳跟蘇澳新站是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OK 沒關係 先來吃飯吧 午餐來吃義大利麵 這家叫做九城塔 九城塔是家只有12個位子的Bistro 沒錯 就這樣一目了然 餐點的表現如何呢 這個很明顯 就是黑媽媽墨魚義大利麵啦 還手動轉耶 嘿嘿 好窮的頻道喔 海鮮番茄義大利麵 鬼頭刀燉飯 親愛的各位 覺得九城塔好吃嗎 好吃 對 那個 三上師傅你要多說一點 因為你是本頻道的台主 很澎湃 料多 味蜜 而且干貝很大 蝦子也很大 不過在那種蘇澳海鮮當然是很新鮮 可是九城塔它的義大利餐 做的真的是蠻道地的 可以推推 吃飽了 準備要去飯店 check in 了 這一次來蘇澳住的是 煙坡大飯店 今天房間的話是幫你安排在13樓 後面是房間的號碼 兩餐改一式的房卡 這個是紅酒兌換券 兌換地點我們是在R樓頂樓 或有的餐廳都可以做兌換 溫泉水的話是含鐵質豐富的 台神吸納泉 帶點金黃色鐵球都是正常的 請放充做使用 那白色鐵色衣服不要碰到窮水 容易會被染色喔 對 五點五十七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如果說早上五點鐘有早點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到頂樓路來做觀看 我們就會提供咖啡茶跟可送小麵包 讓你們先過去做使用 蘇澳的煙坡大飯店房間 究竟長怎樣 長這樣 這一次我訂的是麵台房 這個房間算是蠻大的 一進房間就是衣櫥 衣櫥有一個全身靜小小的 吧檯的部分沒啥特別 一進門有一個小小的客廳休憩區 再來就是一張床 來試一下床 嗯 它的床是屬於偏軟的那一種喔 住蘇澳的煙坡大飯店 這邊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 就是浴室的部分 一進到浴室呢就可以發現 有軟睡 一層是熱的一層是冷的 我們來看看 一個是溫泉黃金三泉 一個是冷泉 馬桶的部分 是棉製馬桶座 這一次呢我訂的是滅海的房間 來看看外面的景色如何 好漂亮喔 來住蘇澳的煙坡飯店 餵的就是後面這個 無邊際游泳池 嗨天氣冷 不敢下去冰冷的游泳池嗎 沒有關係 因為在這邊你也可以泡湯 請問各位 那個煙坡蘇澳著名的就是看日出 日出是明天早上的5點57分 要起來看日出的舉手 好 讓我看一下 謝謝三藏師傅 對對對 起來做早課就對了 好好好 因為這一次是跟兩個台南的朋友 來羅東夜市 那你也知道 台南人對自己的小吃很有自信 所以今天呢就來看看 兩個台南人覺得羅東的小吃好不好吃 這一攤是三星蔥餅 蔥餅不夠厚耶 三星蔥餅的蔥直接在現場後面切 好狂喔 這一攤呢是龍腿 這一攤是高渣還有補肉 吃到現在呢 先來初步打個分數 滿分是五分 龍鳳腿你會給幾分呢 三分 三分 因為龍鳳腿吃起來很佳 好累 第二個吃的是補肉 那補肉你會給幾分 二點五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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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肉你覺得如何 你看五桃便當會出現的餐 不曉得五桃便當應該高興 還是補肉應該咕咕 然後再來就是三星蔥餅 三星蔥餅的分數是 四點五 四點五 四分 三星蔥餅是真的滿好吃的 接下來這一攤是三星蔥肉串 冒煙的三星蔥肉串 蔥這樣一整根 跟三星蔥餅 蔥把它剁碎碎 我比較愛剁碎碎 但這個我大概給到三點五 我一樣 三點五 三點五 重頭戲來了 重頭戲來了 就是高渣 高渣 我們來看看 第一次吃高渣的兩個台南人 吃太陽 一定能非你所思的 所以 我們四個人對高渣都是 大妹 這一攤是小餅 花生捲 冰淇淋 像菜要嗎 要 靈魂 吃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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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這個花生粉 我覺得 很香 會不會我們吃了一整個羅東夜市 最後花生捲冰淇淋最好吃 現在來吃最後一盤 在羅東夜市的外圍 一封蔥油餅 好酥喔 酥啊 那口感不錯 真的可以 很可以 可是必須說它有點貴耶 對啊 37 這樣一片37塊 小小片的 時間是早上的五點多 今天不用主持 幹嘛還那麼早起 沒錯 為了看日出 在蘇澳燕坡的游泳池盤看日出 還算是滿有名的活動 不過看日出 也是要看 運氣好不好 想不到人生第一次看日出 居然是在蘇澳 不是在阿里山 而且還成功了呢 鵝鵝 準備去水灰龍教 一個人一句話 形容他們的早餐 他也沒有說非常美味 可是有 該有的東西 中規中矩 那太熱了 他們早餐還好 真的還好 我覺得 跟阿賀講的一樣 中規中矩 沒有特別突出 那也沒有特別 不好吃 中規中矩 今天 不曉得 怎麼了 我居然早起看日出 而且居然會想要爬爬山 七星陵步道 好 在蘇澳冷泉公園旁邊 開始來爬山囉 七星陵步道呢 他就是有七個平台 看我們今天能走幾個 爬大概十分鐘 就可以到 觀景平台 現在84公尺 你說你怎樣 WIN SHEN了 然後你有什麼 高三鎮 高三鎮加個零再說吧 GO 繼續給我爬 快點 娘娘 娘娘 懷了龍胎 還是要多多走動 在芋花園裡多走走唄 娘娘 爬了大概二十分鐘 爬到了 四星觀景台 五星平台 六顆星在這邊 六顆星在這邊 哇 六顆星的景色 明顯的開闊很多 其實從山下爬到六顆星 大概四十分鐘不到 嗯 應該還好啦 欸我們在這邊訂Fu Panda 吃披薩 Fu Panda會送上來 這就是大自然 蜘蛛捕到了蝴蝶 藍色蜘蛛啊 欸這隻Vlog 有這種自然的影片 會不會拿獎啊 不會是啊 現在漫步在南方奧運港 要來吃一個網路上幾乎沒有負評的 無名蝦餅 雖然叫無名蝦餅 但是Google是讀得到的 一點鐘開始營業 就已經在大排長龍了 先來看 蠻大張的 喔 很燙 雖然它薄薄的啦 不過 蠻大片的 無比粗 蝦子很香 不用加強味料 胡椒那個都不用 本身就有味道 因為蝦的鹹味已經夠了 對 雖然比較少人點蝦爹 可是 我有點蝦爹 蝦爹我覺得很好吃欸 蝦爹的味道蠻濃郁的 蝦爹的味道蠻濃郁的 總結我也喜歡 嗨 這邊是內皮海灘 內皮海灘 其實不太適合下去 玩水 拍拍照可以 注意自己表情喔 一二三跳 再跳跳一邊 一二三跳 好 在內皮海灘 有咖啡一條街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你可以睡一家你喜歡的風格 然後坐下來 好好的享受 一個下午囉 來喝咖啡 不外乎是點冰沙啦 美式啦 可可啦 但是這一杯 是最符合內皮海灘的飲料 可是為什麼外面用這一圈 我真的是有點 Hawaii啊 買去Hawaii 嗨 現在我所在的地方是 南安國小 這邊呢有一面牆 是網美牆 很好拍 只不過呢 南安國小是有在上課的小學 所以 要進來南安國小拍照 要趁同學下課之後喔 中頭戲來了 那就是要來吃海鮮 這一家是在巷子裡面的阿海海鮮 生魚片 這個叫做 海菜 這個是蝦仁炒飯 蝦仁炒飯的蝦仁是一盞隻蝦 然後去把它剁成小塊 台式炒飯的味道 這個就是鼎鼎大名的酥炸碼頭魚 對 肉很嫩 肉很嫩 它是酥炸的魚 可是魚肉還是很細緻 好吃喔 酥炸鮮魚 哇 這牛奶背也太大小了吧 好爽喔 你有看過這個嗎 這個叫做腳蝦 這個什麼叫腳蝦 下面每一個地方都是腳 你摸摸看 都是腳 這用嘴巴咬都會流血 你看一下這個頭 把它折起來 裡面剝開都可以吃 再來中間的地方 關節就在這裡 你往上往下都沒有 中間的施力點在中間 往前平起 往前 再往內 自己的肚子 慢慢拿 不能一次它會分掉 這樣就可以吃了 耶 謝謝 怎麼樣 腳蝦鮮不鮮 很好吃 很鮮甜 這樣子 這個還蠻簡單的 可是這個呢 因為這個很刺 刺刺 不要這樣 前後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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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開 慢慢拉開 慢慢拉開 成功了 慢慢拉開 慢慢拉開 真的 耶 總覺得你剛剛好像有點A 最後這個是老闆招待 他不告訴我們是什麼 要我們先吃吃看 我們現在要來猜 今天這一桌海鮮多少錢 嗯 然後呢 差距最大的 晚上要發喝三杯 我猜兩千五 好 林寶猜多少 兩千八 大概兩千二 怎麼可能 兩千五 兩千八 兩千二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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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六 三藏師傅去結帳回來了 請公佈答案 兩千兩百一十 那算我兩千二 還來賓 老闆還招待一盤 炸的鰻 我跟你講 不是鰻魚 白帶魚 白帶魚 白帶魚可以炸成這樣 我會 我會願意 為了這間店 以後來宜蘭 不管是不是來蘇澳 來宜蘭 我會願意到來吃他一次 對阿 三天兩夜蘇澳Vlog在這邊 要結束啦 不過 你們發現 這支片子 後面還有一點點片場 預備 GO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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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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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呢 小心